您简要介绍一下咱们虾谱集团的发展状况 那么您之前曾经说过虾谱集团要做百年企业 您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什么呢 一个企业是否能够长久地经营下去 最核心的关键 我自己始终都是一直认为 就是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的需要 消费者的核心需求 如果能够满足的话 这个企业长久的经营是完全可以做得到 未来您最期待两岸在交流交往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突破 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呢 如果两岸的交流 拟开所有的问题 能够在物流上 当然金流上能够通 当然是更好的 物流上来通 让这个台湾我的门店能够吃到来自大陆各地的优质的食材或是酱量 那我在台湾的所有的门店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异方 我更希望的是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加的融强 那因为我在台湾设立门店的最主要的目的呢 除了我正常的经营之外 我希望培养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输送到我大陆各地的门店中 加入我们的企业的发展 让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来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我们也非常乐意去做这个事 因为我们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有30%以上的门店的这个主管人员是台湾人 这样子更好的体验出我们是属于台式品牌 这这个台湾文化台湾口味的这个台式餐厅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希望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参与到虾服器团 那么我更希望虾服器团越来越好